今天其实有很多消息呢是涉及到这个台海问题的 首先我们知道中方修改了这个中国人回到中国的方案 今天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至少有十几个国家的中国驻外大使馆公布了 中国人回国的话没有以前管理的那么严了 机票的价格呢咱还没看到 但最起码一点关于核散检测在上飞机之前的这些规定 应该来说比之前要简化了很多 这个信号呢我把它理解为叫撤桥 那么它是为了把所有的中国人愿意回国的人都撤回去吗 实际上不是 它要撤走的是跟它权力有关的人 或者说它的二代三代 开放了这么一个口子 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呢 感觉不是很深 认为这个无所谓 但美国人不是这样想的 刚刚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这个主导对话政策的 可以说几个巨头之一的苏利文 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 打电话给杨洁篪 美国之音用词是忽然通话 那么他们俩通话表达了什么呢 苏利文说 关注台海问题和核不扩散问题 就是警告你不要打台湾呗 不要进行核战争呗 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 大家就应该很清楚 拜登两次宣布 不会派美国士兵在乌克兰土地上 与俄罗斯士兵进行交战 美国的态度是 核大国之间不会爆发战争 至少美方不会主动参战 但不意味着他不会发出警告 那么杨洁篪怎么说的呢 按照新闻报道 杨洁篪说 中方不希望美国制造问题 而且在捍卫自己权益的方面 中方说到做到 这就意味着他不接受任何警告和劝和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报道 中方的外交部部长 与日本的外相进行了视频通话 告诉日本 或者叫警告日本 不要与林为贺 这些信号都是在告诉我们 在二十大之前 有可能 习胖会动手 前两天大家很开心 认为李克强上 习近平下 甚至李克强 摄杀云兰不带口罩了 有一些小城市 把李克强的雨露挂在墙上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刚刚挂上去的 这个李克强的雨露又被撤下来了 说明还没到人们那么兴奋的时刻 而战争有可能正在逼近我们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 多关注一些类似的消息 对内 越来越紧的控制 对外进行威慑 同时开始撤侨 这都是战争的信号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